金子因绑架杀害五岁男童服刑13年 那年他19岁 被捕时引起轰动 人们惊叹于他的美貌和年轻 13年来 金子一直热心帮助育友 大家都叫他亲切的金子 金子以为白是好人 才会在怀孕后向他寻求帮助 可白是变态 他杀死了男童红木 早在路易那天起 金子就有一个复仇计划 他要杀死那个在13年前绑架他的女儿 威胁他做替罪羊的男人白 育友为报答金子 他们决定帮金子制造手枪以及装饰物 复仇前金子要找到自己的女儿 最终他在澳洲找到了珍妮 珍妮写信让金子对他道歉三次 他认为不养育子女的母亲也是犯罪 曾有微育友在狱中受到有巫婆之称的囚犯打骂 金子常常偷着在巫婆的饭中加漂白水 最终慢性毒药奇笑 巫婆死了 为帮助金子复仇 这微育友在出狱后做了白的妻子 得知妻子已经和金子碰面 白花钱雇了两人去杀金子 回家途中坏人开始行动 战斗中金子用枪打死了坏人 白吃了育友早已下好药的晚饭晕了过去 金子疯狂地剪着白的头发 他将白绑到学校 让白做翻译回应了珍妮的信 珍妮离开后金子迟迟不敢开枪 这时白的手机响了 金子拿出手机 看到手机链上红木的玻璃球 及其他被杀小孩的物件 他将手机举在白的面前 等着白做出解释 和白表现得毫无罪责感可言 金子愤怒地拿下玻璃球 拖着白边哭边踢打 并在白的双脚上各开了一枪 金子将手机链 举在当年断案的警官面前说 如果当初找到了真凶 那么其他孩子就不会死 警官后悔不已 决定帮助金子 金子在白家找到四盘录像带 每盘记录一个孩子的死亡过程 他将孩子的家人叫去学校 并放映录像给他们看 引起了家长的悲愤 上一后 大家决定亲手杀了白报仇 众人在房间门口不安地等着 他们拿着凶器依次进入房间 最先进去的是位身体虚弱的妇人 而最后进去的是这位老妇 她异常镇静地给了白致命一击 白死后 众人一起打扫 并现场合照留证 埋尸前 金子对着死去的白 补了两腔泄恨 站在坑前 金子笑了 但她眼中充满泪水 蛋糕店中 金子为大家做了一个黑巧克力蛋糕 对着蛋糕 大家一起唱了生日歌 似乎预示着他们终于可以重生 但大家却不忘留下账户 让金子退还白绑架孩子索要的赎金 十三年前的赎金又要从哪里找回 这一切似乎让这场复仇不再单纯了 又下雪了 金子抱着蛋糕回家 珍妮从睡梦中醒来去迎接金子 她抱住珍妮拿出一块纯白的蛋糕 对珍妮说要雪白的活着 珍妮吃了蛋糕 仰头说要更雪白 她伸出舌头希望雪花落在上面 金子哭了将头埋进蛋糕中不肯抬起 这一生金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为了自己的孩子包庇了一个罪犯 她已不再雪白 但她希望珍妮能够雪白 不受一丝污秽的沾染